這個案子的受害人非常的多 那這麼多的受害人裡面 只有我一個人站出來提告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就是很有勇氣去面對 然後一定要堅持就是告到底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說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人 我覺得到現在他還不肯面對錯誤 然後還持續的在說謊 希望說藉由這個司法的過程 能夠讓真相更清楚 也能夠讓他得到應有的懲罰 當然我們是希望法官能夠判最重的刑罰 我們先請問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個案件你可以申請隔離請問 但是你沒有申請 你不怕跟你的面對面嗎 當然這個整個司法輸送的過程 對於被害人來講 都是一種折磨跟惡次傷害 但是因為這個案子的受害人非常的多 那這麼多的受害人裡面 只有我一個人站出來提告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就是很有勇氣去面對 然後一定要堅持就是告到底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說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人 所以這個過程就是我一定會堅持 然後不會屈服 就是要勇敢面對這樣子 您比如說被起訴8個罪名 他只承認兩項 你怎麼看 我覺得到現在他還不肯面對錯誤 然後還持續的在說謊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這個司法的過程 能夠讓真相更清楚 然後也能夠讓他得到應有的懲罰 您是不是希望他判越重要 當然我們是希望法官能夠判 呃 罪重的刑度 然後讓他得到應有的罪行 因為這整個案情其實 在過程中我們也知道 我只是一個受害者之一 那更多的人其實也需要我來幫他們 在這場訴訟裡面去發聲 所以我覺得 嗯 這樣子的人真的應該要 好好的面對他的錯誤跟反省 可是到現在 連他自己所做的事情 有這麼多的證據 有這麼多的影片資料 但是他都還不願意去承認 那我覺得 惡性真的非常重大 你覺得你等一下看到他 你會不會害怕 或是你已經做好一個什麼樣的行李 你覺得你面對這個人 當然這個過程如果再去回想 或是要再去面對 對於我來講都是非常的折磨 非常的痛苦 也是一個 就是一個二次傷害 但是就是 就是勇敢面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 老天爺就是給我這個使命 然後要好好的去面對這樣子的人 然後也希望說這樣子的人 能夠有人去揭發他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他就是一個善於說謊 然後利用他的可能很多的詮釋 然後去威脅欺負很多 比他弱勢的人 那這樣子的一個惡劣的人 我覺得 不能再讓他逍遙法外 我們追問一下台台的東西 台公司說他們財報交不出來 是因為帳策被投 那有認為說警方好像比較 沒有去積極偵辦 那你覺得 在空局裡的角度 可以怎麼去試圖 可以怎麼處理 我覺得一家上市公司 如果用說帳策被竊這樣子的理由 然後提不出財報 那甚至屢次因為這樣子而跳票 那也凸顯公司治理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甚至多次的私募 私募的價格也都被外界認為是刻意偏低 也都遭到內部三位獨立董事的反對 也證明說這整個過程 其實有可能很多不法的地方 那我們也希望說 金管會跟檢調就這個部分 應該好好釐清說 內部是不是有所謂的掏空或者是背信等等不法的事情 那這些部分其實也關係到這些小股東跟投資人的權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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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